请行政院你调出我任内批合的公文 我非常清楚的在内政部抱怨的批合公文上面写同意 一天内两度脸书直播力挺韩国瑜呛菜政府 6月24号升至这天张善政依旧心心念念韩国瑜被黑 这个官员我要指责他非常严肃指责他 他在散布加行为 就是看不下去行政院处处针对韩国瑜 韩张好默契早早见端倪 我才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张善政新书发表会韩国瑜来站台 韩国瑜开口复首条件主动拿张善政当例子 连台中造势大会也大赞张善政为百姓着想 讲人好交情跟在张善政生日这天战斗无疑 空中见到张院长真的好高兴 院长好院长好 院长生日快乐 我用个西班牙文讲一句给你听是生日快乐 Feliz Compranios 生日快乐 直播一半张善政突然加入 让韩国瑜好惊喜 大胆张善政是说好话做好事的院长 但两人光这样似乎还不够 Happy Birthday to you 张院长 韩国瑜说爱你怎么这么 张尾巴 张尾巴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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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是call in 给接受专访的张善政大惊喜 这样的好交情 粉丝直接和郭震配冲2020 国瑜配善政 台湾拼国政 最重要的是说我要发挥我的影响力 让小英不能再连任 台湾才有希望 那我的影响力包括我出来选 包括我帮某些人选 但是我帮某些人选 不是说我一定要当未来的院长 或是未来怎么副手 没有这个意思 张成正首度松口 只要让蔡英文连任失败 当副手可能会是选项 虽然韩章配还没谱 但终结民进党是共同目标 能否合作并肩走 外界都在等着看 这有黄明君李一璇台北报导 好